嗨各位,歡迎來到本週的一個Kamen Riner Geeks的收看你的新的時間 本週差點讓我有我在看Ultraman好不好 因為有一段真是太像了 但是這邊的話也是揭開了非常非常多東西 而且這一集我覺得算是近期最熱血的一集了吧 前一次你能接受它的召喚方式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本集的一個故事吧 成天上回,牛牛衝了過來的致命一集 巧妙的被我們男主翻滾躲過 隨後兩人有來有往打了幾回 但由於本身套件的強度,男主還是處於下風 沒有回報就不認真打嗎? 這樣你可贏不了我啊 那你又是為了什麼而戰? 充滿不幸的世界有意義嗎? 能讓你們這群騎士不信? 我就夠了 另外幾位騎士也在努力阻止了對方造塔 但是還是不敵讓對方成功建造 因為塔的建造結束,第二輪遊戲也跟著結束 隨後由於再兩座塔,城市就會被毀滅 自主人也意識到自己再不出馬可能會出事 但男主淡淡的回說,沒有這個必要 秘書說到,貓咪與青蛙都受傷 憑你一個人能做到什麼? 男主似乎有辦法的回說 看來我被小看了呢 另一方面,邪魔圖基地 只要把Giz處理掉 就能逼自主人現身了 這樣就能搶奪驅動器人了 來吃吧 太準化而物 你以前最愛吃的 看到自有地來的東西 牛牛笑著回說 都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 那你呢? 我有水就夠了 聽到這樣的回答 原本來信志的牛牛也被這句話拉回 自有是個邪魔圖的現實 你們感情真好啊 與邪魔圖培養感情的想法真是有趣 麻雀插嘴地說 你到底想說什麼? 沒什麼 畢竟你也是半個邪魔圖 對同類產生感情的樞紐也是合情合理啊 VIP室內 你一個人沒有問題嗎? 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給你更大的幫助 看著對方嬉皮笑臉 男主罕見的動怒 明明沒有要守護這個世界 我們戰鬥可不是為了玩 這邊對我們來說可是現實啊 可能是這次男主真的慌了 男主罕見的來寺廟祈求著 也和廟方聊了起來 其中得知了 因為最近太多傷亡 原本要辦的祭典被迫終止 同時間 附近的小孩也聽到這件事情 感到非常難過 他原本是為了母親的身體能夠好轉 而期待了這個祭典 聽到此事 男主也想起自己的母親 希望祀祖能夠繼續主辦 畢竟過去人也是在大戰之前祈求的生命 這就是祭典的由來 另一方面 邪魔圖因為勝利就在眼前 大家相當的興奮 這次我們一定能打倒Gids 沒錯 打倒以後只是他最終Boss 隨後兩個就前往了戰場 你還真是寵著他呢 那不然你也變邪魔圖啊 我可以啊 如果有必要的話 哼 那也真是期待呢 另一方面 男主在這間隙也舉辦起了祭典 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大家 隨後邪魔圖的鼓聲響起 男主也知道這次兇多吉少 決定獨自應戰 並希望眾人留守在這裡 現在我們的祭典正辦得起勁了 可不能讓你們破壞 靠你一個人是沒用的 隨後兩組人馬變身進行戰鬥 但由於男主是一打二 正處於下風 隨著鼓聲越來越激烈 第四座塔也拔地而起 只是他最後一座 這個世界就結束了 看來Gids的神話要結束了呢 這次是你輸了 Gids 只要願望還在那裡 我是不會放棄的 讓你領教一下 我的覺悟 這時 隱藏中的女神突然發光 並傳來四個火焰般的流星 難道 這都是BOOSTO嗎 牛牛正驚地說到 VIP式的眾人也驚訝到 女神竟然行動了 五個噴射形成了全新的裝備 讓男主要變身成為全新的BOOSTO Mark II形態 不只速度 連同攻擊又大幅度的增長 多打一都不在話下 並且轉化為九尾狐形態 迅速地衝向各個樓塔 在眾人的願望而產生的力量下 全部都不堪一擊 並且回頭給予牛牛的自由 最後一集 救救我 到場 我們不是自由嗎 本來還以為利用下你就可以打贏他了呢 你只是個怪物而已 透 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隨後 牛牛的假自由也因為身體的崩壞而死 天台的某處 過去的享譽神的願望都同時實現了嗎 這張卡上面的內容是寫 脆變後的我 如果有一天要守護世界 請給我實現決心的力量 你是改變世界規則的人 你 不應該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故事結束 有沒有 這一集超熱血 雖然整天他開始那個召喚讓我有點傻眼 但是呢 我覺得合情合理 不好意思要說一下 那個召喚動作真的讓我突然笑出來 你知道嗎 還以為下一秒要整個變大啦 然後呢 這一集的話 我覺得透露的資訊也算蠻多的 但是很多都是猜測而已 我們這邊的話就稍微跟大家小聊一下 我覺得這真的很有趣 好了 各位 第一個點的話 就是蛻變後的我 這個點我覺得蠻特殊的 會變成享譽神通常都是這個世界的人 所以呢 簡單講就是過去歷代的冠軍 將自己的力量傳輸給我們的男主 這邊還有一個有趣的點就是 我不知道什麼 在這過程中 雖然有男主的聲音 但是其中有幾段都很不像男主的聲音 這個時候代表說應該就是好多人格覆蓋上去 歷代享譽神的能力啊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所以呢 代表說 會不會享譽神最終就是成為這個世界的基石而死亡 成為這個世界的助力啊 當這個世界發生問題時 像他們蓋的那些冠軍就全部實現 然後並且依附在男主的身上 雖然他們可能全部都不在了 因為畢竟如果在的話 他們就會直接出來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只要享譽神 可能最終就是死亡了 依照這樣的事物萬一才比較理解 為什麼他們不是站出來幫忙 而是採用這樣的方式給我們男主的力量 但是也不排除他們本身就忘光啊 這也是有可能的啊 不倒手感覺這部曲之後 男主會不會死啊 搞不好可能 我自己覺得 但是現在目前是全部都打嘴炮而已 我們現在只看到那幾張卡而已 但不得不說 我覺得這邊的英雄感真的很重 真的超帥 我真的超喜歡這一段 歷代的冠軍將自己的力量注入給男主啊 老老男主發揮超越系統的一個能力 也是因為這樣子遊戲製作者才覺得 他是改變是世界根基的一個人啊 他覺得Giz是不能活在這世界上 畢竟這是我開發的世界啊 跑出一個直接超越我系統的那就是外掛 然後呢 第二個點跟第二個也是有關係的 就是女神呼應男主的要求 再加上這一集又提到男主媽媽 雖然有一半是跟那個小孩是有點關係啊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不知道為什麼感覺 男主媽媽跟女神關係越來越重了 我自己覺得 這邊感覺就像是一個 兒子需要的能力 母親發揮自己最大的能力給予呼喚 不能最後給我這樣 所以這邊話要跟他聊一下 只是不知道我這邊看到的時候 感覺又有點呼應戰士的感覺 最後就是 因為這場遊戲 基本上嫌疑魔組已經大獲全敗了 什麼通通都沒有 好不願見起來是塔 好不願見起來所有怪人 結果全部都被打爆了 好啦 應該沒有到那麼誇張啦 但是塔都被打爆確實是事實 所以在這集預告裡面 邪魔圖金主 他使用GM腰帶進行變身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次體驗的話 跟G也沒有關係啊 我是覺得他們這次應該很壞啊 可是他們那些卡片啊 應該可以直接刷過GM腰帶 然後產生對應的音效 所以但我說 這一次 不只是魂線啊 連一般商品都要逼你買啊 你買魂線一定要買這個啊 搭配著玩才爽啊 看得出來官方真的是越來越會賣東西啊 而且甚至下一集或下下一集 又有雷尖boost可以使用啊 所以呢 總共來講 這一集真是看點滿滿好不好 看得非常熱血的一集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給Kamuleta Geeks 速開你的新的時間 如果喜歡的情報 在編幕下期見 拜拜